老人忽然被一阵轰鸣声惊醒 他推门一看 却发现竟是一艘坠毁的飞船 老人连忙打电话求助 没想到对面说给急救中心打恶作剧电话是重罪 老人试图解释是真的 却不料对方让他好好睡觉 老人再次呼喊却只传来一阵盲音 他试图给儿子打去电话 却只听到机器声让他电话留言 面对眼前的一切 孤独的老人忽然不知道如何是好 可就在他再次试图睡去时 院落里面声音却再次响起 老人推门一看 外面竟然是个奇异的外星人 于是他再次拨通儿子的电话 并且留言说出刚才发生的事情 还说自己很害怕 请务必给自己回的电话 第二天刚好是小镇议会开会 老人上来就说自己家出现了的宇宙飞船 而且还出现的外星人 可是一群议员却像看傻子一样看着老人 老人忽然间有些失落 自己明明说的是实话 离开议会时老友追来说他不该乱讲 可是只有老人自己明白 自己说的是实话 当晚他推门而出 却发现外星人已经躺了一天一夜 此刻他忽然抬头 老人也震惊地发现这近视的孩子 而他此刻已经奄奄一息 出于担心老人给他披上毛毯 还放下一杯热水 可是第二天老人起床再次出去查看 却发现外面的寒冷 让外星人蜷缩着躲在了角落 于是老人把他带进了房间 并给他准备了一些食物 没想到外星人对苹果情有独钟 老人发现这一情况马上去超市买了许多 面对好奇的售货员 老人如实讲出自家忽然来了个外星人 并且只吃苹果 可是售货员的表情却也瞬间充满不信任 回家后的老人教外星人像人类一样生活 如果困了就躺床上睡觉 如果无聊了就坐沙发上看电视 就像自己这十几年一样 接着老人热情地向外星人介绍自己的家人 妻子已经去世了 女儿每半年回来看自己一次 可是儿子由于太忙已经十几年没回家了 虽然自己想念可是却很理解他 接下来老人似乎找到了一个伴 可就在这时劝他的大妈来借打印机 大妈对外星人接受得很快 随即让老人带他见识一下飞船 大妈随即警告老人千万要保密 一旦被人发现 他可能立马就会被抓去研究 老人随即表示自己明白 而此刻的航天局却已经在追踪 他们宣称是一颗气象卫星坠落 并希望发现的人踊跃举报 当晚老人看着新闻沉沉睡去 却不料第二天外星人给他留了个话 便离开了这里 当老人拿着话追出来 却发现外星人正在修理飞船 这不是代表他想离开吗 老人忽然有些不舍 他悲伤地告诉外星人 女儿一度想把自己送到养老院 儿子也多年没有回来了 可是说着说着他欲言又止 当晚老人给儿子打去电话 可是内容却是 希望他一切顺利 秋天到了多穿点衣服 老人满眼是担心 又满眼是孤独 却不料第二天 隔壁大省忽然看到新闻 航天局竟然对所谓的气象卫星 开始了悬赏 忽然他想起隔壁老人家那晚的一想 偷偷描去却刚好发现 老人家外星人吃饭的场景 大省顿时大惊 随即他敲响房门 显然老人和大妈没有骗过大省 就这样他加入了餐桌 可是很快他也加入了 因为他和老人的处境一样 同样没有孩子 在身边的他生活一样极度空虚 可就在此时 外星人递给他们一群猫咪的画像 而这样的画像 他已经给老人不止一张 可就在第二天 大妈家里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 大妈在家里忽然发现小偷 他试图劝他放手 却不料小偷忽然抱起 而这时老人家里的外星人 忽然看到了这一情况 眼看着大妈正在遭遇袭击 外星人的头忽然变绿 意外轻松解决 佛波勒都被震惊了 可是现于小偷是入室行凶 大妈并没有被追责 劫后余生的大妈立马找到了外星人 在他的想法里只有他有这个能力 当他们三个遇到危险 外星人有某种能力可以感知到 接下来的日子有着外星人的陪伴 他们过得格外的开心 尽管他未曾开口说过一句话 可是接下来他们却忽然发现 老人的房间附近不断出现死去的猫咪 他们忽然意识到 这是外星人在传递信息 当接过外星人又一次递来的猫咪画像 他们忽然意识到 是不是他需要这些猫咪 于是三个老人立马决定帮他 他们找遍了小镇的大街小巷 终于凑够了五只流浪猫的尸体 可是最后还是缺一只 于是他们瞄准了大妈的猫咪 大妈很是不舍 因为这只猫是他十几年的依靠 可是为了外星人回家 他还是决定牺牲它 六只猫咪终于凑够了 只见外星人拿起一块抹布盖了上去 而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六只猫咪在里面不断滚动重组 直到最后化为一块红色水晶 而后外星人拿起它塞入飞船 飞船就这么修好了 下一刻他忽然拔地而起 而后在三个老人惊喜的眼神中缓缓降落 可他们不知道 此刻的航天局也追踪到了信号 此刻他们一一惜别 每个老人都为他准备了礼物 没想到下一刻外星人居然邀请他们上来 似乎担心他们听不懂 外星人再次做了一遍手势 老人忽然答应了 大审本想劝他 却不料老人说自己在这里一年比一年难熬 还不如到外面看看风景 可就在此时老人的电话响起 而那边赫然是女儿 女儿说周末会带着弟弟来家里吃饭 忽然间老人想哭 可是此时房门被敲响 这竟是航天局的人追查过来了 老人连忙跑回花园 立马招呼两个老友上船 等到航天局的两人追来 飞船却已经潇洒离去 不知过了多久 舱门缓缓打开 三个老人以为自己到了外星球 逼时间惊异至极 却不料下一刻大妈说自己手机还有信号 这里肯定是地球 而大神指了指地上也确定了这一现实 明白只是让自己下车 三个老人缓缓转身告别 这一刻老人却有些难以自治 他本来无比想离开让他感到孤独的小镇 可是女儿聊聊几句话 却让他无比留恋 他没办法跟他一起离开了 外星人转身上了飞船和他们告别 他有他的旅程 而他们也有他们的留恋 那是一生的眷恋 也是自己孩子们永远的家 当父母渐渐苍老 他们希望的只是你能常回家看看 那么你有多久没回家了呢